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化危机期全物品收集流程 这一次呢我是把所有的物品收集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剪辑放出来 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呢 一共要收集三个要素 一个是文档 古币 以及这个摇头先生 就那个摇头那个小娃娃 然后在疯人院难度呢 跟普通难度是完全不一样 位置也完全不一样 正常和简单难度 它的硬币是18个 然后在疯人院的难度呢 是33个 所以说疯人院难度这个硬币啊 收集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那好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一样新游戏 在房子的二楼 我们拿到这个录像带 然后我们要去看一下录像带 在录像带里面呢 我们要打开一个柜子的锁子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拿到第一个古钱币 进入录像后 不要着急 往后走 他有一个开锁器 我们就是需要这个东西 我们绕过这俩二货以后 来到这边 然后把这个锁给开了 好了 这是放的一张照片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退出去了 停止视频 我们到这个刚刚锁 锁出的柜子 可以发现它已经开了 第一个古钱币 到手 然后在 这个 在主屋的一楼 这个位置 它里面有一个古钱币 好 三个古钱币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刚刚不小心给拿上 没有路上 就是在车库一上来 然后向左转 第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就有 然后这个里面应该是有一个钱币 古钱币 OK 在封人院的难度呢 它那个蝎子这个钥匙 不是去地下室拿的 而是在这边用钱币买的 我们现在已经收集齐了四个硬币 所以说我们直接把这个蝎子钥匙给买上 这样的话会方便我们的一个存档 好 蝎子钥匙 这里面有一个古铜币 第六枚铜币是在主厅的一楼 就我们把那个雕像打开了以后 在这个厕所这个位置有一个古铜币 这已经是第六个喽 它这样回血量会比较少一些 但是也挺晚用 我们过来把这边这个有一个小钱币 我们拿一下 就在这边 地图的这个位置 第八个古钱币在处理区 地下室处理区就是这个位置的 这里盘子里面有一个古钱币 相信这个地方大家应该看的就是比较熟了 在处理区的就是拐下来的这个位置 在这边有一个铜币 DN个古钱币是在和爸爸大战之前这边的箱子里面有一个 在大院的里面这个位置会有一个钱币就在这 如果是普通难度的话这里的这里面会有一个修理器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坏掉的那个 鲜蛋枪给修好了 在这边我们是要收集钱币的 因为毕竟不一样嘛 对不对 在老房子出来的 这个位置 在这个角落里面有一个古钱币 在老房子我们做游戏的这个地方 角落里有一个古钱币 我们在就是刚从这个挤出来的这个地方 过了一顿蜈蚣大餐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古钱币 现在我们就要去用上取柄 然后把麦琳枪换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锁向无敌了 无限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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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琳麦 哦哦哦哦 这边有一个古钱币 啊哦 看一下地图吧 就在这个祭坛这个位置 上来到这个位置了以后 老房子的院子我们往后走 这个上面有一个古钱币 咦 这个乌鸦很有意思啊 是两个头 看到了吗 这边会有一个钱币 在这个正常难度和简单的情况下 这个地方放的是一个榴弹枪 在最高难度榴弹枪已经被放好了 已经就是在你一进车的时候就能拿到 打完妈妈了以后在我们 这个一大堆碎了巴基的东西这个位置 可以捡到一个古钱币 然后门的后面会有麦琳子弹 因为我现在是无限子弹 所以说我们就不捡了 HAPPY BIRTHDAY CHOO 玩具斧头这个要拿 在楼上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古钱币 在这边 看完小舅子的这个变态TV以后 我们转过来这个地方有一个古钱币 我们在这个实验区二楼 从这边过来了以后 在这个角落里面有一个古钱币 千万不要忘记收集哦 从前面下来了以后往前走 就趁这个梯子打 就是下来之前一定要先把这个古钱币拿到 否则它下来就不能用了 打胖子的路上 在这个小屋子里面 这个抽屉里面有一个硬币 打完胖子以后 转过头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古钱币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按电梯了 电梯下面那个古钱币 一定要记得先拿 否则这个按下去的话就拿不上了 在这个下去之前 你还有机会 我靠这胖子的声音 我们出了客房以后 这个位置是有一个硬币的 在二楼的这个休息室的这个位置 在这个角落有一个可以拿到的 古钱币 从这边下去以后会有一个古钱币 米亚片的这个两个摇头仙主就收集完了 我们还差最后两个就是在 尹森的那个角度了 在运南船的一楼 我们在这个洗衣房 在最里面的这个洗衣桶里面 会得到一个钱币 在这个走廊的尽头 有一个古钱币 就在这儿 我们在这个运南船的 副二层 在这边打完 从这个过来的时候 记得回头拿一下这个钱币 现在一共是六个了 还差最后一个 是在一个融继箱里面 也就米亚片的这个古币 我们就也就收集全了 好的 我们在经历过 把那个胖子打死以后 下来的位置 在这个箱子里面 它就有一个 米亚的最后一个古钱币 这样的话我们就收集了七个 那这也就算是收集完全了 我们在切换成左一的刚开始 从这个门出来了以后 不要着急从这边走过去 在这个角落 它有一个古钱币 我们需要剪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一共到现在为止 是收集了32个 还有一个是大家不容易察觉的 必须是戴上那个眼镜 转回来才能找到 它在哪呢 它就在这个鱼桃的附近 最后一个古钱币 就在这个鱼道拐过来 然后我们在这个进房子之前 然后在这个为止 古钱币 两个 我们成就已经解锁了 证明我们已经达成了 古钱币的全收集 第一 第一个摇头娃娃是在主屋一层的 这个第一个储藏点 就是在这个位置 比较好找的一个位置 另外一个是在 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一会去找哈 第二个摇头先生是在我们走到这个主厅旁边走廊的尽头 就在这个位置 哎呀我去 就在这里 好了我们已经到了主厅了 主厅这边有一个第三 第第几个 第三个摇头先生 哦磁带 漂亮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小摇摇先生 在处理区的就是拐下来的这个位置 在这边有一个铜壁 然后这里有一个摇摇先生 飘 在这个起居时就是有鹿的这个房间里面呢 这个旁边有一个摇摇先生 转过来走到这里有一个摇摇先生 小仙 哈哈 我们在打妈妈进入老房子的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 呃 摇摇先生 嘿 飘 在屋子里面的这个存档点呢 这个位置有一个 这个位置有一个摇摇先生 下一个摇摇先生 摇摇先生 这个是最不容易发现的 如果你上去的话也是发现不了 只能在这个位置发现 就是说即使你戴上眼镜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哟 玩玩完小舅子的游戏以后 出来然后转头 上面有一个摇摇乐先生 叮 接着走过来在这个破旧的房子里面 这个位置有一个 摇摇乐先生 然后我们在这个二楼从这个拐角上去 在录像里面这个地方是不能上去的 上去以后有一些收集品 还有一个摇头先生 生化危机器就在这儿 我们在遇难船的四楼 然后在这边拐一下 这边有一个 米娅片的摇头先生 在切换成Eason以后 会有两个摇先生来打 第一个位置是在这个窗台上 在这边 奔 最后一个小人 看到了吗 在这边 给大家离近看吧 只有从这个位置才能看到 看到了吗 就在那里 在这 我们在打完双胖子 从矿井上来的以后 进入到这个地下室 储藏室 然后转过来这个位置 有一个摇摇先生 这下你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 好吧 所有的20个摇摇先生就已经收集完了 那我们达成了一个全收集文档 瑶瑶先生 还有硬币的一个最高难度全升级 我们可以完结洒话啦 翻外 我在这个就院子的这个角落里面发现了一个修理包 还有一个固体燃料 之前这个修理包是没有的 我们可以回去修那个猎枪啦 漂亮 那个威力仅次于 仅次于麦琳枪的 哇酷 跑一趟还真的有收获 帅 呆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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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